今次讲图肉,固然会讲监狱 监狱的食物是怎样呢? 我刚才说过,参观过 我就没胆,不敢以身试法 所以也不知道,但是看图都看到 因为日本定时都会拍出来它的食物 我这么说,香港的监狱食物 我纯粹听报纸或电影所说 都比较据说是不太好吃,也不丰富 听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囚犯不是要度假 只是给它基本的营养,其实是某程度上监狱 是惩罚它,但是日本飲食方面 包括监狱的食物非常讲究 除了要健康,没有什么高升糖,糖尿病 那些被你种之后敏感,它是要美味 日本的概念是不同的,刚才我说了 香港我看新闻就有,好像教署说 亚多是一个惩罚,给你基本的东西 你不可以有享受的这种东西 日本的概念就是一定要给囚犯吃得好 因为它说它监禁的时候 唯独它的乐趣就是吃东西 那如果被它吃饱了,那它搞少点事 就不要这么多麻烦事了 你被它吃不饱,或者吃不好吃的太差 那那些囚犯随时出去吵,你增加你去管理 这些囚犯的成本,日本也这样 所以相对是OK的,但是我准备了图片也好 大家不要说,这样就好吃 大哥,也是那句,免费的 而且已经可以了 那我们看看监狱的食物的图片 第一张我憑我记忆 因为我记忆还要看我 不好意思,开我的电脑先看那张图 看到了,刑务所饭,里面有什么呢?我看到 有鸡的糖羊,就是炸鸡 接着是咖喱汁,接着有个牛绑沙拉 还有白饭 接着还有个福神迹,就是一些红色 用来主要吃咖喱饭 用来磅的叫叶菜 这些饭虽然我说是白饭 实质上其实应该是麦饭 一会再给大家看看 那我们看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又要我看着电脑 就要解释给大家 那左上角应该是一些 我们叫做汤字叫植物 即是叫叶菜 那中间应该是沙拉 我想是薯仔沙拉 右上面是汤 接着有一条鱼 一条烤鱼 那堆白色应该是萝卜 那碗饭大家看到很多黑色的 其实就不是骚髒 是一碗麦饭 那暂时讲到这里 我就开始讲讲一些典故给大家听 那在日本里 无论你玩人中龙 或者看一些剧 讲黑社会 讲日本那些 那里面提及过监狱的饭 他会说出来 或者看到汉字 玩人中龙 你看日文的对白 你会看到那个字叫什么 是叫做臭饭 那怎么叫臭饭 这些饭 当然是一个形容是 喂 我为了你 我为了保你大佬 自己冤枉 进去吃了五年的臭饭 那这一句日本对白 翻译中文 那等于吃了臭饭 等于蹲监 那意思 那为什么会臭饭 原来在电影故 我看一看自己告诉大家 原来日本人就尝试麦饭 因为香港比较少 我少点时间都可以讲少麦饭 不介意大家应该 介意都没法 那我自己为健康 而且都为国中 对我为健康 说到底 煮饭我都会加麦的 那我也都喜欢吃日本的麦饭 那个口感 那日本我 其实现在不用那么复杂 你简单一点 我不是买广告 我都会光顺他 香港你买老人牌的那个 是不是贵格 就是老人家的那个 烟麦饭 其实那个是最简单的 那虽然它那个什么 纤维和营养价值 日本的好一点 但不要紧 差一点 你简单很多 基本上就和白米一起洗 你继水一样的继 不用浸 煮完它就高纤 口感圆圆韧的 高纤高营养 是贵格牌的烟麦饭 但在日本我用这个之前用烟麦饭 我用一种叫压麦 不是一种压味的压 是压解压菜 用手边一个甲月饼的甲子 那压麦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将那粒麦加一些 好像是糯米来煮熟 然后将它压平干醋 压平了一堆干醋的东西 那我不讲过制法 因为我不鼓励 因为太复杂去煮它 那我以前没有不用烟麦饭 就用这个方法 刚才压麦洗了米 然后就凉 那我大概 四分一至五分一是压麦 那的烟麦饭 是四分一以上 然后混在里面 压麦就麻烦一点 你要计算水量是多一点 那它里面一个换算 那我有个凉杯 对得准了 然后最后重要麻烦处是什么呢 那么快煮熟前 要等三十分钟 那么麻烦 烟麦饭就不用 所以我估励烟麦饭 如果想吃就简单一点 那么日本的麦饭一直在日本里 尤其是在 如果大家在先台吃牛舌 这个当地的一个名物 那一定是会用麦饭的 这个是规矩 那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那个地方 股市传来都要吃麦饭 那麦饭当然签为好一点 营养好一点 那现在就是这样的角度 但是以前是怎样的呢 原来以前 我看回资讯了 在日俄战争的时候 即是一九一几年了 那当时的日本海军 和它的吃白米之间是怎样的呢 是白米和麦是五五之比的 那就没事了 维他命B1它就可以摄除足够了 那但是陆军就担了东西 原来陆军全部吃白米 那可能说 喂 吃白米怎么会无端端 B1不够 它肉气病 上次没了命 一九一几年了大哥 难道我们在打日俄战争 我们在打俄罗斯 喂等等 我肚饿 弄一包薯片 喂 有没有营养条 鬼那么多东西吗 军行营养 白饭吃一偷 少少少面糞汤送饭 那很多陆军就脚气病 因为它B1不足 维他命 那当时的科技 也都医学上 没有今天那么先进 那后来就了解原来麦的重要性 所以去到当时的一些监狱 股市是去年代 一百年前 日本的监狱 那么就开始 就要给些囚犯吃 百米四个四成 六成就是麦 比例比较高 挺固的感受 希望他们可能摄取足够纤维 还有营养 其实这个其中只有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 是百米当时贵的 所以你坐牢而已 吃便宜一点 所以先帮他们吃那些东西 还有当时的麦 是比较劣质 不及现在煮麦饭用的麦 那么好吃 所以煮出来麦的比例又高 所以刚才我说 如果我自己煮 可能是四分一 八成是白米 两成是麦 但如果你倒转 六成是麦 四成是麦 那么不再说 当时的麦不漂亮 所以煮出来的饭 就不太好吃 有些人这样说 或者他小时候 家里都可能未必很富裕 我说很大年纪的那些 他煮麦饭的时候 都是强硬扒下去那顿饭 就是日本人 他们都不觉得那些饭很好吃 所以因为刑务所 因为监狱 是用这些这样的构法的时候 所以就会 臭 臭 不好吃 所以就变成了有臭饭 这一个明星走出来 当然到现在的时候 都仍然保留这个传统 都是顾及健康 但是他说现在就考虑监狱 就是说它便宜价 就不是 原来现在这个世界 你买麦米和白米 原来白米更贵 就是那些压麦 所以计计这条数 其实煮白米比你更划算 不过传统是习惯了这样煮 他说现在来计 大概是 现在的日本监狱 通常是白米和麦之间的比例 七三甚至八二 就是中雪纷 或者不同监狱的煮法又不同 所以有过这样的历史背景 所以为什么臭饭臭饭 原来他就是这样来 甚至说一些历史 是1950年的时候 就是打完仗没多久 当时有一个内阁的大臣 甚至说叫别人 各个家打完仗几年 是窮 那经济原则上面 赚得多钱 吃白饭 是 赚得少钱 吃多些麦 所以就演变成了一个感觉 就是窮人 吃多些麦 有钱人 就是吃多些白米 但是事而世易 到现在大家 为健康又回头 又吃得清淡 因为以前是 有钱只可以淡淡肉 像猪比鸡比鸡不断炸 现在有钱 爱吃生命 转行吃素 真的会这样 因为调转这个世界 所以一模一样 正正现在有钱 又想健康长命一点 虽然我都没钱 但是我没钱人 我都是吃麦 都希望自己的麦饭 健康好 这些 那这个就讲了背景给大家听 好了 这个就是吃的背景 那我们讲回望周燕无所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望周燕无所 看一看 我看到个名字 望周燕无所 刚才我读了 望周是读阿巴士尼 我以前也说过北海道的 北海道人这些读音 特别怪 就是先有读音 后有汉字 所以很多怪的名字 连日本人都不太懂得读 是因为它是一些原住民 我叫哈尔族人 哈尔人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